这是我的朋友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今天小编给大家分享一期非常精彩的比赛对局给大家欣赏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这是2024年斯诺克西安大奖赛奥沙利文对任侯赛恩瓦菲的比赛 那么这场比赛最终还是火箭拿下了瓦菲 那么在比赛当中 火箭展现了它巅峰的一面 打出恐怖的火力 那么这边观众也是有福了 好 小编这边也非发不多说 大家帮视频点点赞啊 咱们一起来看球 现在是两年的防守时刻 黑球被锁住 粉球也是被锁住 其实这个局面来说不是一个好局面 来看瓦菲这边长台 没打劲 给别影响 第一时间 Market 子 火箭这边也是没打进 我见这边也没有太好机会 还在做防守 把飞这球打厚了 打厚的话红球也就上来了 母球也没有反回去 直接楼球 看我见怎么处理这个局面 1 6 我去就一张球 轻描淡写的 就把黑球给处理出来了 绝啊 这球篮球来调一下 叫到了红球堆下方中球 打掉这颗的话 红球堆左边这红球也会出来 现在要考虑炸球堆了 刚好有个虎口 能不能扎进去 对 就是那个口里面扎进去 漂亮 可以的非常好啊 局面打开 好 开始围球 44 45 45 52 52 53 打得真快 现在就过60分了 来帮他算算分数 1,2,3,4,5,6 6个球的话75 75 再多打一个红球 延分而已 还要再多打一套球 一红 一踩为一套 现在打黑球 那就是一套黑球 好 超分 再来开球 不愧是火箭 我刚才说这个局面很乱 需要处理 因为他黑球被锁 粉球被锁 这绝对不是职业选手喜欢的那种局面 但火箭一钢球 就把黑球给解决出来了 一钢球就把这个局面给打开 这就是火箭 单钢95了 也要破百了 太强了 那么精彩的比赛啊 大家记得帮视频点点赞 嗯 这就完了 我以为需要清牌呢 好 大家帮视频点点赞啊 单钢破百 3比0 梦幻开局 那咱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